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赞成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反对的 可哪个时候我觉得他对我整得挺好的 愿意为我付出一切 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难 可是慢慢我觉得一切都变了 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还是不是我曾经认识的他 觉得我摸一遍 花几钱是一样的 是你想得太多了 他总说我们什么矛盾都没有 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矛盾太多了 都没法解决 他天天就知道喝酒大派 他根本不会想到这样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影响 只要我一和他说 他就大吵大闹 我觉得我整得快撑不下去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 53岁来自山东 个体 来 有请陈先生 有请 女嘉宾丁女士 34岁来自山东 同样是个体 来 有请 欢迎两位 34岁啊 对 比他小19岁 对 结婚几年了 14年 20岁就嫁给他了 对 有孩子了 对 14年前你们家人思想就那么开放了 你嫁一个大你那么多岁的男人 当时我父母是非常反对的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我觉得当时看他挺成熟 挺体贴人的 是个可以托付中心的男人 就嫁了 我没想到这14年过来 我们的生活简直是 我都快崩溃了 都承受不了了 这日子得多糟 我都要崩溃了 你说他朋友特别多吧 每次往家去吃饭的时候 他从来也不提前和我说 每次去了都浓的 你挫肉不乱的 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吧 有时候买的不翻炒了之后 他会当上他朋友的面说 你看你买这么烧 让人怎么吃 他一点女的都不给你溜的 你说你连活捧够有的 成年在一块喝酒喝酒 喝酒吃饭打开 你说有什么用的 每次还你唱成话天性 你还哪来能不喝酒啊 你老朋友 你说咱家日子活得好吗 你回来 咱还用孩子要养来 回来以后 你最安慰的话都没有 你给我有安慰的话吗 你都把妈比到这份上的都是 你吃 做的 你孩子你也是这么吃 你教育孩子什么好的东西呢 你说你成天妈教育他 和你一块冷狗 我们家养了五十狗 你说每天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你光为工 你也不给他打作为生啊 我不要打作为生啊 不是我打作为生啊 你说他一天天他也没事干 听了起来 是啊 听了起来 你什么家我也不干 就有话你也不干 你起来 吃完饭你又开始 和你那胡鹏狗友喻打开去 打开喝酒 你起来以后你 就开始发火啊 我发火吗 那时候 你说他喝酒的时候 有一次他喝醉了 就是他每次喝酒的时候 他都爱回来找事 就因为一句很小 一句话的时候 他又和你打起来 那次就是说今年果年初期的时候 我本来果年时庆高兴的时候 初期的时候你喝醉了 二次喝得大醉了 你知道吗 在满大街的时候 谁都不认识了 还是一个年就把他抬打去呢 到了傍晚的时候 就是人家弟弟的孩子给我打电话 说果你等明天来吧 不是初二度回娘家吗 好 这果然我和他说 我说你果不喝醉了 我看看说吧 也许明天回去 也许不回去 到他八点多中醒的时候 俺儿子就问我 说明天再上老人家去吧 我说看上吧 你看你爸喝得这样的 他听这句话就不高兴了 你知道吧 他说我对孩子没有程度啊 说这是人说话嘛 我怎么都错了 你这句话 我说没了 喝醉了 我明天还是不去 不让人去 那么你明天去 你说你已经喝大醉了 明天你开车去能行吗 我也在考虑你的身体 如果我不让你去 你也会说 我不顾及你的身体 如果我说不去吧 你又不高兴 你绝对没给你留面子了 我也没觉得 我这句话哪里错了 可结果你倒是什么后果的 你跟我打了半学 打了十二点钟 我都不知道 我这句话到底错哪里 我喝醉了 你喝醉了 你喝醉了很多时候 都是这样的 因为一句话 你又会喝人家唱 你打牌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吗 你喝人家在一块打牌 本来是小磨事件的 就因为人出错牌 你也会和人家接呢 你说抽烟喝酒队 你有什么好呢 你说就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你不知道 他都挠梗了 你说那天下午 他洗完头 赶好回来之后 洗完头在大门上架着 哎呀就是突然间 就不会说话了 身体都没有 我直觉了就得 差点倒了那里 你这倒是我什么感觉吧 真的我觉得 钱不塌了 你知道吗 看来还什么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知道你更好 大人这么多还说气话你 不是 你前天哪吵什么起来 我怎么办啊 我把你送到医院 我给你奶奶几日办一月 我哪里对不起你呢 不是 你哪也对不起你呢 你连我们狗友来看你了吗 你连自己朋友来看你了吗 还不是我来照顾你 你照顾不不照顾 你也约 你那这医生可让你喜酒啊 你也不见喜酒的 你还是天天喝 还喝呢 脑梗了之后还喝呢 下点喝喝点 下七天就 你都梗了你还喝 你还抽呢 你是真不要命了 你今天为什么来啊 我觉得我的日子 真的过不下去 我觉得也过不下去了 我就没理这个了 抽了 对 你现在有工作吗 自己 我有工作 我每天都出去工作 你知道吗 他天天在家喝酒 打牌也不工作 他以前这些毛病 我觉得还能接受 你说为了孩子 我也想给孩子 有个完整的家 你说他嘴上 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 他和他钱一钱 同学男的女友吧 一起开了个饭店 开了饭店呢 结果呢 你没挣着什么钱吗 可是挣了钱 一老人就他妈跑了 债务都留给我们了 你说他现在 一直还有短四年呢 有一天都回娘家 因为我们大党回娘家了 结果呢 他把他钱女友弄搭起来 他说去 和他要张开来 结果呢 我那项链 我那手机都没了 就是你钱女友拿去了 你说他都不撑了 还有问题 他都不是和我坦白 你说这种日子 我怎么过来 你说我怎么撑了 我又不看下来呢 你说我没天天潮 天天潮 我又不看下来呢 就是他拿去的 就是他拿去的 他们家又没去外人 你老婆回娘家 你钱女友去你家干嘛 我后来 他去外头 盖他来找 那去两个里 去我找我去的 要回来了吗 要回来 钱呢 钱拿走了 他呢 那为什么不在你这呢 不在我这 为啥呀 为啥呀 他拿走了 请他走了的 好嘛 你这十四年 确实过得也不太容易啊 今天来就是想离婚是吧 对 你不同意是吗 不同意 啊 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啊 因为孩子 我回回大了 孩子还小 你都不好好珍惜你的生命 你还谈什么孩子小啊 对呀 你天下都是 那我和你前女友做对比 你天下都说 孩子孩子 如果没有孩子 三两两就不可能在一起 那么你找我 就是为了找一个 生孩子的机器 我也不认识 生孩子的机器 你这种日子怎么过呢 我看不到期望 我过了几年 都不知道明年的日子 怎么过 那这儿子怎么办 如果离婚的话 儿子跟谁 真的 我也挺纠结这个问题的 说说呗 我想要儿子 你想要儿子 就离婚的话 你带儿子走是吗 对 行 那听明白了 好了 这十四年的情感糊涂账 该怎么算呢 能算得清吗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件 白老师 我一直觉得 其实在这种 年龄跨度比较大的婚姻当中 可能很多的矛盾 不是说年龄的问题带来的 它本身也是婚姻当中 即便是年龄差小 或者是姐弟恋 他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矛盾 但我觉得你们今天的这个问题 还真的跟年龄有脱不开的关系 因为显然 这位先生 我见过很多曲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 但他们本身依然洋溢着一种活力 生命的活力 依然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息 但是您真的活得太像个老头了 你整个的状态就是一个老年人的状态 你们之间的问题有两个主要的问题 一个就是你算是老来得子 老来得子对孩子的所有的教育和陪伴成长当中 会出现的问题 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都出现了 所以跟年龄有关 还有您现在已经完全地过上了一种退休的生活 我就喝喝酒 跟这些老伙伴一块耍一耍 然后打打牌 我也没有什么上进心了 也不再去奋斗了 我这一辈子都这么累了 现在身体也不好了 我要享受了 您这完全是一种退休的心态 可您对面的这个女人 她34岁正当年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她强行地进入到 你的那样那种老人的那种生活状态当中去的话 她可能真的还就做不太到 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的很多的问题 跟年龄有关 好 谢谢白老师 陈老师 我真的想说一句 就是这个 喝酒是特别伤甘的 如果你珍惜这段婚姻 心疼你面前这个 在年轻把最青春最美好时光 给了你的这么一个女孩 珍惜你们的儿子 如果真的这一切你都珍惜的话 你不会这样挥霍自己的身体 您都已经脑梗了 都要栽倒了 恢复好了 还能再抽烟再喝酒 而且咱们就不说你爱不爱这个女人 就说血缘关系 你的儿子 我觉得你都不负责任 你对自己身体的不珍惜 就是对这个家庭的不负责任 因为你没有想过 她把自己所有的给了你 给你生了孩子 但如果你身体垮了 她要面对多少东西 这个我觉得真的 我也觉得很绝望 没了 好 谢谢郑老师 来 附老师 14年前 一个39岁的男人 就我这年纪 找了一个比自己小 19岁的女人 并且于次年 让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我不反对忘年恋 但恰恰是在忘年恋当中 我们所指的是 小自己很多的娇妻 是用来疼的 但事实上在这14年过程当中 你看不到老陈 疼自己的娇妻 没有尊重 不有伤有良 和前任藕断丝连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让我断定老陈在 跟这位女士 14年前结婚的时候 她不是真心实意地 爱她而结婚 而是骗取了一段青春 但凡是回想起 14年前婚姻的状态的时候 如果老陈内心 还有一点点愧疚 因为当初这个女生 年幼无知 19、20 不顾家庭的极大反对 而跟你在一起 并且全心全意地 跟你在一起生活 你都应该 在后来的这漫长的 14年当中 好好的 去弥补这些 告诉她的家人 嫁给我老陈 不吃亏 但你所有种种的行为 都告诉她的家人 我的女儿确实是被骗了 你比她大了将近20岁 你们俩在一起 共处的时间 和那些普通的 年龄相仿的夫妻 能够在一起 共处的时间 本来就少了20年 但是剩下来的时间 你还是不争气 你还这么 糟蹋自己的身体 所以事已至此 到了今天 有了孩子 按道理来说 不应该劝你们离婚 但至少我认为 你应该带着孩子 单独生活一段时间 让他一边待着去 好好地反省自己 这些年来都干了些事 你才34啊 你跟一个老太郎中的人 过一辈子 而且这个人 对你这么不好 你跟他过什么过 所以就今天就看到 他表现 他如果表现好一些 或者接下来的生活 他尽起这个责任了 你就跟他过 对 要不然的话 咱凭什么一段婚姻 最后变成一个养老院呢 等他到了60岁左右 再来一次脑梗 或者是干什么 你还得给他 端食道尿呢 虽然说 这都是夫妻之间 本来就应该做的 但前提条件是 别人珍惜你的这份付出 如果人家不珍惜 你凭什么 所以此时此刻 你内心 大概是会觉得 有一些绝望 我青春的付出 没有得到认可 那不如就单独地 生活一段时间再说 好吗 好 谢谢 你还年轻 才34 你们来自山东对吧 对 我们经常会看到 一些报道到 叫这个 带着前夫去出嫁 啥意思呢 就是前夫就是这样 瘫在床上 他没办法呀 出于道义呀 其实也不爱了 出嫁的时候 把这人带去 继续伺候他 你是后半辈子 就想这么过 是吧 不是 是不是 老陈 不是 是不是吗 不是 真的不是 我觉得你特别像 不像 不像 不是 那你还喝 那你还抽 能借吗 能 你看着我说能借吗 能 好 能借 这是第一问 说能 第二问 其实特简单 我觉得那个图里 刚才说的特对 34岁 嫁呀 还有机会呢 这么年轻 你愿意你 老婆把儿子带走 然后跟人那个男的 姓一个姓吗 不再姓陈吗 不愿意 姓刘啊 姓张啥的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不行 不行 不行还不好 而养身体 还作 还不对人好 相信你是个聪明人 要不然你也不会 把人骗到手 对不对 对 接着骗呗 当时怎么骗来的 以后就接着怎么骗呗 但是 这会儿怕了 对 这架子怕了 对 你看你得给他 描绘那个场景 对吧 躺在床上 怎么回事 别人 这人不敢想啊 马上就老实 对不对 以后能好好对人家吗 那 好 三十四岁是吧 对 过去嫁的吧 就有点那个 飞蛾扑火 你知道吗 要治啊 一次治好 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想治一个男人 你一次就把他治好了 具体的招数 有老师已经给你治出来了 你还能记得 他说的什么是吧 对 对吧 对 明白就行 剩下时间就给你们了 我们一起进入到 港中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六十秒 老陈你说 老爸 以前在这十四年里 我对不起你 以后我要好好珍惜 你和儿子 终于你已成年 啊 可以公然定义 好 为了儿子 我希望我们之间 能够 好好相处 我想考虑 考虑给我一点时间 还有你 我看来 没话了 来 请亮灯 请亮灯 啊 回吧 就最后那表白的时候 那点底气还行 你一直这样多好啊 哎 请关门吧 一对忘年恋 虽然生活在祖国的农村啊 但是我相信这个情感上是共通的 不管你是城市啊 还是乡村呢 每一个人都渴望被人爱 也希望有一个人能好好地爱自己 总之爱是一种互动嘛 所以我想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妻子并不是真的要跟老陈说决决地想走 只是他真的很迷茫 他不知道有谁能制住这个不听话的小男生 虽然已经这么一把年纪了 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 你跑过去呗 老陈这时候才知道珍惜啊 老陈 为孩子和他好好地住一身 好 好吧 好 行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啊 谢谢啊 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啊 我们的这个嘉宾提供的礼盒 这个礼盒很漂亮叫白色恋人 其实就告诉大家爱要爱的纯粹 希望你们好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活吧 好吗 好 保重身体 好好过日子 这个送给你啊 这个送给你啊 哎 常用 把自己保养的好一点 谢谢主持人 啊 要让他有危机感 嗯 回去吧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希望这个家庭能够以今天为契机 开始新的一天吧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了 他天天说爱我 我觉得爱不是说出来的 是用实际行动证明的 他爱运动 可我呢 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IT男 我真的已经用生命去爱他了 可他就是没有发觉 哎 你快点 你一个大男人的一份跑那么慢 你岂能那么怕的 我觉得爱一个人 就应该接受他的权势 如果他爱我 就应该为我付出 为我改变 他现在就只是在逃动 不愿意改变 实在是太虚伪 会有人和他在一起 我甘愿付出我的一切 可是性格上的东西 能说改就能改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我不知道你还需要多久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浪费 各自的时间 让我们都好好冷静一下吧 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杜29岁 来自四川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陈22岁 来自新疆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地狱可够远的了 在哪儿现在两个人 上海 你在上海工作 你在上海工作 你在上海读书 读书 哎呀 那个够有缘分的了 一个四川的 一个新疆的 恋爱多久啊 一年多 一年多 什么事都吵是吧 对 就是说主要是因为两个人 家庭环境也不一样 然后职业也不一样 然后蛮多矛盾的 但之前的时候我准备出国 我就要考雅思 我要准备很多东西 然后我是学服装的 我们都是考察课 就是期末很多 很密集的大作业这种的 然后我就很忙 然后那之后 我老师刚好又说 有个实习让我去 我就连着可能三个星期吧 就是早上九点 忙到晚上九点 然后我也一直都 就是没什么时间 然后我每天有说 就是说我下班之后 然后我有一个时间 我大概是 有一个小时是用来跑步的 我说他可以跟我出来 走走逛逛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 我不爱他了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 我不爱他 觉得我不把他 考虑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 然后 他的事情永远是最主要的 还有他每次在排院馆 做儿童兼职 健身教练 他就带小朋友了 完了我电话就放起来 什么都是以他为主的 那种感觉 那不是什么都以我为主呀 我有我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每个女孩 肯定都希望说 是自己能更优秀更好 然后我就是那种 我学校里面成绩也蛮好的 然后就是说 我在外面我也是 就是我跑马拉松什么的 也都蛮有成绩的 然后我平常的时候 在排演馆带小朋友 然后我排演我玩滑板 然后玩什么水上活动 那种讲板什么的 然后我肯定也希望 就是说自己的男朋友 也要就是强壮一点 然后至少要跟我差不多 什么的 然后 他的那种强壮 不是说普通的强壮 就比如跑步吧 他得十公里起步 不是我没让你跑十公里 你每次跑个两百米的 你就头疼 脖子疼 眼睛疼 屁股疼 你没哪儿不疼的 不是你男孩子 你就一天到晚 你就这样子 那我怎么接受得了呢 还有就是去玩 搬船 就是用命在跟他搏 不掉水里了 他都不知道 你怎么把自己 给他掉下去了呢 不是不会嘛 打总连冲胖子 我信 我就上去了 为了配合他嘛 上去之后就不会 不是你不会 你跟我说呀 我可以教你呀 我平常我也带小朋友 然后我也教其他人 他不会他也不跟我说 然后他就在那逞强 那这我有啥办法呢 你挺厉害的 你还能玩搬船啊 就是我自己本身 就比较爱运动 然后 就是女孩子嘛 一个是保持体型 再一个就是说 有更多的爱好 生活会有意思 对对对 所以我就特好奇 就是你们俩当初 怎么好上的呀 因为在我听来 你们俩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类似于他是上我的课 然后 他上你什么课 攀岩课 然后他就是追我蛮久的 然后 他攀岩 对 就是说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这身材攀岩 不是就怎么 他是为了追你而攀岩的吧 那我一开始也不清楚 就是说上课 然后感觉他就是 对人也挺好的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什么都挺好的 跟朋友去健身馆 然后看那种小女孩 还蛮好的 她戴人挺好 然后就去 去攀岩 是因为喜欢他 所以才学攀岩 然后他刚开始吧 就跟我去的还蛮勤的 后来就是说 慢慢的他就不去了 然后在后面就是 有次他就莫名其妙 突然说他要走 我问他干嘛 他就不说话 我又问他干嘛 他就不说话 他每次这种 就是说 他如果说他累了 或者他不想爬了 他有啥事 他说清楚 女孩子都不会觉得有啥 就是越这种 含含乎乎的 我一个女孩子 我就想 你是不是约别的妹子了 或者你怎样了 然后就感觉这种事情 你这个事情不能当说我呀 咱们相处的时间就没多少 那你跟我说清楚 你是为什么要走 或者你真的受不了了 那我也许我就 也跟你走也不一定了 他周一到周五上课 周六 周六兼职 完了有个空吗 就是看个电影 看了一半 他接电话就走了 你同样都不跟我说 是跟谁去 不是那个 就是我前段时间 我实习的时候 就是我突然一个客户那边 有点事 然后我要回去打个资料的 他就开始说我 不是我感觉 我既然兼职 我就是那种 我什么事情 我都一定要做好的 就是完美主义倾向 那你肯定 我觉得一个男的 肯定希望自己对象更好呀 我们电影没看成 我们下次还能继续看 对吧 就是一直以来 他就每次喜欢计较这些事 就在我朋友面前 就是说我怎么怎么样 就类似于像是我对他不好了 就光他对我好一样 然后说的就好像 我就哪里哪儿都不好 对我就觉得 就对 就我什么都不对 那就不要一起了 就是我今年是真的 我就是真的忍不了了 我觉得 就一个男孩子 他计较这么多 去啰嗦那么多 你这样说 只会让我就更反感 这姑娘嘴是够快的了 听明白 刚才你也有说到 因为没说完 上来的时候就说 要出国呀 考雅思呀 大作业 你是要出国吗 对 我是准备出国 我刚准备走的时候 我就有跟他说的 然后反正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 他开始就是吵吵 小吵的那种吵吵 他没有说要强烈分手 然后我就感觉 他这次以出国来借口 我就强烈要做 我那不是借口 不是 主持人我跟你说 就肯定是 就女孩要出国留学吧 一般男朋友都支持吧 肯定是想自己以后 未来就是双方能够 一般好像都不太支持 除非两个一起去 对 那他 他就只是永远都是觉得 我应该留下来 我不能去 或者我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申请下来 那个我也不容易 我要考雅思 我准备作品集 然后去意大利 然后他就是说 学时装啊 对 多好啊 应该让他去 我应该说过 就国内也可以学啊 不是 但是就国内来说 就国内的创意设计 这一块毕竟就不如别人啊 是是是是 应该让人去 应该让人去 应该去 应该去 你陪独去呗 我这边工作也好丢 从一开始他就说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说他不让我去 就是一年 就学一年就回来 对 出国之后 怎么维持这段感情呢 我们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了吗 大家视频啊 QQ啊 微信啊 电话啊 或者是怎样 我觉得就是情侣之间 就是要信任啊 你既然都不相信我 那我们怎么继续下去呢 你不相信他 这个出国了 谁也说不准 都有两 分手两地 不是 我跟你说 在国内他就不信任我 嗯 就我之前暑假的时候 我在派人馆那边 就是我工作 我是从下午 就是整个熟悉工那样 下午一点到晚上十点 我一天大概带三节课 就是一节课 带一个半小时 带小朋友 我带课的时候 肯定是 就是说我不能做 其他任何事情 因为我关乎到 他们安全什么的 就万一我不注意 小朋友掉下来了 或是怎么样了 都很严重 然后我就把手机锁柜子里 然后他就 就说我 说完几天之后 他不开心了 他还不相信我 他就到我派人馆去闹 说他是我对线 怎么怎么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之后那两天 我小朋友家长 我老板都酸我 这个对别人说 你对线这个也没事吧 不是啊 你在那里 你在那里门口 就跟我老板在那说说说 说了那么久 好 我问问问 我来问个问题啊 太快了 这嘴插不进去了已经 跟你这么说话 必须得吵啊 不吵不行啊姑娘 不是就是 我本来就是想分手的 他就不跟我分 他就死都不跟我分 然后我没办法 我就是想来分手的 为啥不跟人分手啊 毕竟在一起一年多时间 感情还是有的 感情有 那你觉得你们在一起一年半 美好的多 还是不美好的东西多 美好的多一点 你同意吗 就想想想闹会有一点 你同意吗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开始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 我喜欢他的 我是可以的 我是OK的 一切都OK的 但是后来 他就是慢慢地 把我的耐性磨没了 他就是去计较这些事情 让我觉得就是 我心越来越冷了 我真的越来越烦了 我已经受够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都听明白了 听懂了 这个印了一首歌吧 还是歌词啊 叫当爱已成往事 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是真觉得 这女孩子 好像这个爱已经没有了 对 这女孩呈现出来的状态 就是 我不爱了 请你不要再纠缠我 谢谢你的陪伴 她已经在她的心理情感上 还有现实的行为上 都画了一个句号 但是这个男孩子 显然不愿意接受 但生活不是你愿意接受 它才会发生 你不愿意接受 它就不发生的 除非你有足够的资本 能够去掌控局面 如果你没有这个足够的资本的话 那对不起 不是生活要服从你 你就要去面对你的人生 面对你的生活 两个世界有可能交叉 有可能擦出火花 有可能因为彼此的需要 而相危在一起 但是当自己世界当中的 那个人真正正的出现的时候 对不起 他要回归 所以你的强行挽留 到底能留住什么 留住的是一份爱情 还是留住的是一份 自己自尊的受伤害 你要想清楚小伙子 爱情不在了 但是自我难道就也要消失吗 谢谢 谢谢董老师 郑老师 你们两个在一起 起初认识是因为攀岩 这个女孩吸引到你 让你想去学习 用学习的借口去接近她 但是当你们谈了恋爱 你把这女孩追到手之后 你们在一起 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喜欢 不是 他就没什么爱好 他就除了玩游戏以外 他没有任何爱好 他就没事就宅那儿打游戏 然后打完游戏之后 就什么都不干 一天在家里躺着 他就是 电脑就是他媳妇 所以说 其实你们本来 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还有就是 女孩的蓝图里 她并没有你 也就是说 在她的心里 你已经不重要了 如果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或者是你在她心里很重要 她的蓝图 她的规划 她一定会给你留有一席之地 这个 这点你要很明白 很明白地告诉自己 不能欺骗自己 OK 好 谢谢 谢谢郑老师 来 图老师 累吧 还行 还行 你不觉得跟她在一起累吗 小小小闹有过 但是毕竟之前呢 在一起还是挺美好的 你追不上了 虽然你在后面一直说 等等我 等等我 你看我对你这么好 你都不愿意等等我吗 人家不愿等你了 你明白吗 你追不上 或者说你自己没有使全力地去追 但你想往背后拖拖 这种拖延没有任何意义 你们俩气场完全不一样 你的气场显然弱了很多 你反反复复每一次在承受自己对她的好的时候 无疑都是在告诉她 我不行 你让让我 你等等我 去意大利 你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你是不敢去 你不敢出去 你每天在家玩游戏 也不愿意去做一些多的运动 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爱好 但是如果说 真正为了爱一个人 爱乌吉乌地去 喜欢她所喜欢的运动 你也没有去做 你是真不喜欢 女生 不怎么爱男生 你的一无反顾地要出去也好 还是在那喋喋不休地 去指责这个男生 把你逼到了绝境的时候 你所有的脸上所呈现的就是 没有 不喜欢 其实从很多角度上来说 你内心是瞧不起这个男生的 他的很多做法你瞧不起 啰啰嗦嗦地总是念着 我对你的好 我为你做了这个 我为你做了那个 又或者是整天一大老爷们儿 不强壮不运动 又或者是 当自己的爱人要出国求学 你却像一个母亲一样唠叨着 不让她走 这种种做法你都看不上 你瞧不起 你们俩就好像说 两人跑两条道 最后跑到一条道上去了之后 他一直跟着你后面跑 但跑着跑着跟不上 那你就直接一直往前跑吧 你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轨道上 男生 听见了吗 行吧 不要掩饰自己的悲伤 悲伤就悲伤呗 有一点自己的尊严和自尊要保留 这非常重要 别到分了手之后 爱人没了 尊严也没了 好吧 就这样 谢谢啊 女生跟你说一段话 再强悍的女人 总有她柔弱的时候 总有她需要男人来安慰她 或者一个更强的一个生命体 去抚慰她的时候 对吧 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记住 如果说这段恋爱有什么教训的话 不要怕你身边的女人强 如果你能够吸引到一个比你更强的女人 说明你的死力很大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很自信的 在她需要你的时候 去抚慰她 我想她不会跑得这么快 也许两个世界的人还在一起 可是你没做到 带着美好的回忆吧 图老师不是说了吗 失败不可怕吗 留点尊严给自己 我想告诉女生一点 男人都喜欢柔弱的女人 但柔弱到不能独立 男人也不喜欢 但如果一个女人独立到不需要男人 男人更不喜欢 你大概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一个女人生活当中独立到 我根本不需要男人来在生活当中 承担一切 或承担任何一个部分的话 那你说这个女人还需要男人 不需要 所以最好是在事业上 人格上独立 但情感上又互相依赖 这样的话才会有恋爱 好了 来时间留给你们 我们一起进入到 港中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六十秒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 有个欢声 有个笑语 也有个泪水 以后 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 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照顾好自己 你不曾真的离去 你始终在我心里 我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说过 我说他要么可以跟我一起走 就是说他之前的时候就总觉得 我也是强加就是我的想法在他身上 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我也是强加了他 就是我们两个人都相互在把对方 就往自己的世界去掰 但是其实我还是挺希望你跟我来一趟的 就是至少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好 考虑 考虑 回吧 两位 回吧 回吧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也许我们认为他们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而分手 但是当女生最后那么柔柔地说一句的时候 人的这情感真是太复杂了 到底想要什么呢 真的出去就会好吗 就在这个女生说 我真的想让你跟我到外面去看一看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了我们曾经特别喜欢的电视剧 北京人在纽约 那可是一对夫妻出去的 还不是一对恋人吧 那么相爱的 在那样的环境里也分开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想要怎样的生活 决定了你的爱情是怎样的 希望他们两个人通过今天的节目 能够拿到各自想要的东西 这个大概是最重要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网 乐视网 PPTV剧力 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现在呢 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我们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节目内容 接下来当然是看 这一对最后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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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鲜器 爱宝官微的网友向途老师提问说 我是东北人 刚刚毕业 女朋友是江苏人 他家希望他去上海发展 我家是单亲家庭 爸爸在我1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被他放弃了回东北 我被他放弃了回东北来到了上海 可是我才来上海一个月 他就选择和我分手 原因是他家不同意我们的情感 说我家太远了 一个人在上海 一个人在上海也混不出什么名堂 我求他给我一些时间 可他说不想继续下去了 我该怎么办 为了爱而远走他乡 是你身上的勇气 但是他看不到这种勇气 选择放弃 其实对于你来说 是个好运气 这样的女人 让他一边待着去吧 好 谢谢 谢谢陀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腹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我们的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对以上机构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